快来啦!快去跳吧! 快去跳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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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中有一种云 平时很少见 那就是粉红色的朝霞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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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区鱼们打了个机灵全都醒了过来 小神殿又装破核底的捏藏 掉入地洞 皮卡皮卡 咕噜咕噜 噼里啪啦 地洞正是猪的一圈小生物 它们是独角山的药种 小神殿大喊 冬天都过去了 你们还不快醒醒哦 噼里啪啦 哇 所有的虫宝宝一下子都被叫醒了 噼里啪啦 小神殿又冲出了地面 还越来越快 越来越有劲 这下可以舒展身体了 噼里啪啦 是小神殿闪失累了的时候了 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快来发云朵 快来发春雨 快行行吧大地 春天终于来了 万物思醒了 可否五色的小晒天呢 它去哪儿了 原来它是在冬季出来的时候出现 西小板的大朋友们 小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湾湾 今天呢和大家推荐这本 回乡下 这个故事讲的是我小时候的一段经历 回到乡下和亲人们一起 一个长长的队伍 走在田野上 走在篱笆旁 路过猪圈 路过带狗的院子 然后爬上山坡 这是一个去扫墓的过程 然后在这本书里也是有一个悬念 到最后才知道是去祭拜 通过记录这样一个扫墓的过程 包括棉袍 放祭品 和爷奶奶讲一些现在的 大家的生活现状 通过记录这样一个过程 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还有亲人们之间的互相扶持 互助互爱这样一个情感 展现在大家面前 就像王志根老师说的 这是一个融合团圆和思念的故事 一部凝聚文化与情感的感人作品 希望大家能喜欢 中国最美故事会 优秀作品展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天僻的山谷里 有一条安静的小鞋 一条小鲤鱼快乐地生活在小棚里 小螃蟹 小荷棒 都是他的好朋友 他们喜欢一起玩捉迷藏 他的好朋友说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小鲤鱼好奇极了 他也很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妈妈说 妈妈说 鱼儿不能离开水 爸爸说 既有 流过九九八一条河流 游到黄河 越过高高的龙门 才能到达外面的世界 爸爸 妈妈 我想出去看一看 爸爸妈妈同意了他的祈求 耶 小鲤鱼使劲一跳 啊 远山层层叠叠 河流温温温温温温 外面的世界太美了 小鲤鱼被深深的震撼了 他决定去寻找龙门 小鲤鱼出发了 他在路上遇到很多的危险 但他勇敢地克服了 有啊有 他终于游过九九八十条河流 来到不超滚滚的黄河 哇 远远望去 高高的龙门 像彩虹一样美丽 小鲤鱼鼓起勇气 奋力地往上跳 出来 几块睡觉 从天而降 带着他 眼貌惊心 接近龙门了 红龙龙 熊龙龙龙 飞向了他 一场泡泥 一场来着 小鲤鲤鱼灵迹一动 奋力跃上了浪头 跳过了龙门 他长出了鲤脚 长出了爪子 他成为了一条真正的龙 他在空中自由飞翔 他看到了鹅牛 他看到了山脉 他看到了飞鸟 他看到了美丽的世界 大家好 我叫李墨依 今天我讲的故事 是移动不动大赛 希望大家喜欢哟 我们的故事开始了 故事发生在一只黄色的小猫 和他的猫爸爸之间 快看 我们的小猫 他来了 这里是移动不动大赛 移动也不能动哦 预备开始 这时候猫爸爸来了 呀小宝贝 原来你在这里呀 那我们一起来玩球吧 接住 咦 你不想玩球吗 那我们一起来玩热饼弹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咦 你不想玩植物层吧 那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春天的花一 夭 大树的天 你不想跳舞吗 这里有个超棒的盒子 猫爸爸租了一条超好吃的鱼 你想来吃吗 超好吃 哇大龙虎来了快跑啊 哈哈我知道了 你一定得参加一动不动大赛 那我们又来参加吧 123普通人开始 夏天到青蛙叫 青蛙在哪儿叫 在河草叫 那里是青蛙歌剧院的中心舞台 所以青蛙最愿意在荷叶上叫 不应该说是唱歌 而且是合唱 小猪波波飞也喜欢荷糖 夏天里一片翠绿碧绿 有时怎知是浓绿 在荷糖边的小道上散步 波波飞感到一阵阵凉爽 风从荷叶上划过 带着水和荷叶的清新气息 让波波波飞吻起来 直爪八眼 还抽出鼻子 要知道 波波飞的嗅觉 可是天下第一灵命哟 对 我小狗的鼻子 哈哈 今天 波波飞踩下一片大荷叶 带在头顶上 这是我的新草嘛 荷叶圆 荷叶绿 夏天的荷叶最美丽 波波飞刚唱完 对面的荷叶上 响起一个声音 谁敢在荷叶唱小曲 不怕青蛙美发不习气 说话的是一只大青蛙 青蛙哼了一声 说道 一个傻小猪 也配来荷叶唱歌吗 波波飞鼓起勇气说道 顶着荷叶我高兴 我顺口唱几句儿歌 属于我们小猪的儿歌 你凭什么管我 大青蛙鼓着眼睛 依然不依不饶地说道 核桃是青蛙的领地 也是青蛙唱歌的舞台 别人不许来乱唱歌 波波飞举起荷叶 张了张嘴刚要回答 一条小鱼月出水面 说道 荷叶绿又美 荷叶绿又大 美丽解释 属于大家 你是一只不叫你的大青蛙 大青蛙害羞了 咕咚一声 跳进水里 半天不赶路头 波波飞说 谢谢你啊小鱼 让我们一起来唱儿歌 好不好 好 开始吧 核叶圆 核叶绿 核叶下面有小鱼 有条小鱼懂道理 说的青蛙没脾气 夏天里的荷塘 一片碧绿中出现一点鲜红 原来这是和堂里开放的第一朵荷花 是波波飞的歌声 把它唱出来的呀 七桥版的大朋友 小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接地出版社总编辑白冰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创作的图画书 爸爸别怕 听说世界上有一种兔子草开白花 像兔子的耳朵和脸 我常常想 动物吃了这种草 会变成小兔子吧 这是个很好的图画书的创意 熊爸爸带着小熊去找食物 遇见了蛇 鳄鱼 熊爸爸总是保护小熊 熊爸爸 误吃了兔子草 变成了小兔子 小熊啊 抱着爸爸 哭着 赶跑了老虎和蜜蜂 保护了 变成了小兔子的爸爸 在这种大变小 小变大的生命历程中 小熊啊 成长了 变成了一头真正的熊 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 一位优秀的爸爸的作用比什么都重要 在小熊身上有深沉的父爱的折射 有强悍的爸爸的影子 有感恩和孝敬 但更重要的是 对于我们来说 真正的教养不是溺爱 不是过度的呵护 而是唤醒孩子内心的爱 唤醒孩子内心的力量 唤醒他的内躯力 只有唤醒了孩子内心的爱和内心的力量 人类才会有爱的传递 爱的回馈 生命的互相支撑和生命的延续 爸爸别怕 爸爸别怕 小熊小熊总会长大 让我们共同关注中国最美故事会 优秀绘本 讲好中国故事 用中国原创陪伴美好童年 今天天真好 熊爸爸带着小熊卡卡去找食物 这个时候呀 鱼好抓 蜂蜜也好找 就是别吃兔子草 吃了兔子草会变成小兔子 卡卡去掏鸟蛋 一条大蛇穿了过来 卡卡跳到爸爸身后 大喊 爸爸我怕 儿子别怕 有我呢 熊爸爸冲了过来 把蛇打到了天上 熊爸爸带着卡卡来到湖边 看到几条大鱼游来游去 刚要去捉 一条鳄鱼张着大嘴 一条鳄鱼张着大嘴窜了起来 卡卡躲在了爸爸身后 爸爸我怕 儿子 别怕 有我呢 熊爸爸使劲一推 鳄鱼不敢露头了 爸爸您太了不起了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你一样呢 你会变成一头真正的熊的 卡卡拔起身旁 几颗长着白花的青草 刚要吃 别吃 好像是兔子草 不会吧 太香了 太香了 我就要吃 可别知错了 我先试试吧 熊爸爸刚刚把草咽下去 嗖 变成了一只小兔子 爸爸 爸爸 都怪我 你快变回来吧 可是 爸爸怎么也变不回来 卡卡想 爸爸没变成小兔子的时候 真是个了不起的好爸爸 现在 爸爸变小了 我也要当个了不起的好爸爸 爸爸 别怕 有我呢 一只老虎出来找吃的 看见了卡卡和小兔子 张着大嘴就冲了过来 卡卡后退了一步 又向前走了几步 爸爸 别怕 有我呢 阿卡 砰砰砰的拍着胸扑 张开大嘴 对着老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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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凶的小熊 老虎一愣 扭头走了 卡卡看到岸边树上有个蜂巢 想把蜂巢摘下来 他把爸爸放到地上 掰下了一块蜂巢 突然 一群蜜蜂 咙咙叫着围上了他们 儿子 蜜蜂太多了 爸爸 别太有我呢 卡卡被蜜蜂盯了好多包 卡卡抱着爸爸 一下子跳进了河里 蜜蜂都飞了 爬上岸 卡卡把蜂巢 飞进了爸爸的嘴里 嗖 又瘦又小的小兔子 又变成了又高又大的熊爸爸 爸爸 爸爸 变回来了 爸爸 你变成小兔子的熊 我一点都没有怕 我知道 儿子 你长大了 是因为 一风盯了我 一身包 你看着我好像变大了一点吗 不是 爸爸 是因为 你一变小我就变大了吗 也许吧 不管怎么说 儿子 你真长大了 你变成了一头真正的熊 中国最美故事会 优秀作品展 嗨 大家好 我是朱思琳 我今年六岁了 我来自山东省 之博士 新晋林美术学校 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章鱼先生卖草帽 夏天来了 天气非常的严热 章鱼先生 急着哼了脚话车 出来卖草帽了 章鱼先生遇到的 第一位客人是鸭妈妈 鸭妈妈全身是黄色的 所以章鱼先生 给了他一点黄色的帽子 鸭妈妈开心的走了 章鱼先生 遇到的第二位客人是大狮子 大狮子全身是橙色的 所以章鱼先生 给了他一点橙色的帽子 狮子先生满意的走了 章鱼先生 遇到的第三位客人是鸭子龙 天色龙本来是绿色的 章鱼先生刚才给他一点 绿色的帽子 他又变成了橙色 章鱼先生拿出一页彩色的帽子 他就变成了彩色 章鱼先生拿那顶彩色的帽子给了他 章鱼先生拿那顶彩色的帽子走了 章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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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是谁在叫章鱼先生 原来是蚂蚁小姐 蚂蚁小姐 蚂蚁小姐要一顶黑色的帽子 但是章鱼先生 这里只有白色帽子 诶 这该怎么办呀 章鱼先生还有一项独门绝技 普莫之 把白色的帽子变成了黑色的帽子 蚂蚁小姐戴上了那顶帽子 正好合适 开心的走了 到了傍晚 海洋落山了 章鱼先生也累了 现在她的小货车 回家休息了 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大家 你好 我是一只蚂蚁小蚂蚁 我叫大本慕 我喜欢去旅行 瓢蟲的新冠 瓢蟲去旅行 看见一棵大树 哇 大树呀 绿绿的树瓜 它看见一株向日回 哇 向日回有褶色的花瓜 它看见一只公鸡 哇 大公鸡有红红的鸡瓜 它来到猫猫虫王国 猫猫虫有漂亮的王冠 那什么块是除我的呢 瓢蟲继续旅行 它落在猫小姐的头发上 做过瓢蟲发卡 它粘在兔女孩的裙子上 做过瓢蟲扭扣 它还落在一位女士的手指上 做过瓢蟲戒指 什么怪兽是那么紧紧的呢 它继续旅行 途中遇见蝴蝶蜓蜓蜓 它们正安往白墙威花岛 参加诗歌比赛 我也要去参加 我也要有个鬼怪 然而 获得过瓢蟲 获得过瓢蟲 却是屈屈 忽然 瓢蟲有了一个好主意 它找到一根透明的草莖 把身上的星星摘下来 一颗一颗仔细地穿着 多么美丽的星观呀 多么漂亮的星观呀 这是独一独二的星观 是属于我小飘穿 我自己的小观 每一个小朋友都有属于自己的小观 都会山上发光 哈喽七脚板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刘芳宇 我有一个笔名叫夕语克 很开心呢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后本故事 爬树 爬树呢 其实来源于我的童年生活和外婆的小院 我记得小的时候呢 外婆的小院里 种了很多的花草树木 其中有一棵特别大的炮桶树 炮桶树呢 住着斑鸠 我爸爸呢 就带着小时候的我 爬树去看斑鸠 这件事呢 其实对我的触动很大 后来所以我长大后 决定以爬树为元素 来创作一个故事 他讲述的呢 是小老鼠三三 就是我们幻命中的这只小老鼠 三三呢 常听大老鼠们说 爬树又累又危险 可是呢 他还是想到树顶去 因为树顶有他想要摘的红气球 三三踏上的爬树之旅呢 遇到了松鼠 遇到了花 遇到了他最害怕的大猫 整个过程中呢 有快乐 有陪伴 有悲伤 有成长 还有爱 其实爬树的故事和我们的生活 是一样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觉得最重要的 不是结局 而是我们生活的整个过程 爬树呢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设计 拿到树的时候呢 可以从下往上翻看 也可以呢 把爬树呢 整个拉出来 整个拉出来呢 它其实是一个 4.5米长的一个折叶的设计 就是正反两面呢 其实是加起来是9米的长度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设计 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呢 铺在地板上 甚至是拉开到一整棵树上去看 都是可以的 最后呢很高兴和大家分享 我的后院盘树 让我们共同关注中国最美故事会 用优秀绘本讲号中国故事 用中国原创陪伴美好的童年 再见 春天来了 花儿开了 柳树绿了 池塘里的水也暖和起来了 青蛙妈妈结束冬眠 从泥洞里爬了出来 她回到了熟悉的池塘 在水草上拨下了一大片卵 这些卵黑黑的圆圆的 像黑珍珠一样 大约五天后 这些卵变成了一群大脑袋 朝尾巴的小蝌蚪 有一天 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 来到池塘里游水 小蝌蚪们看见了 忽然想起 它们还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呢 鸭妈妈 鸭妈妈 你见过我的妈妈吗 她在哪儿 好孩子 你们的妈妈 眼睛鼓鼓的 嘴巴又宽又大 你们快去前面找找 谢谢鸭鱼 鸭妈妈 一条大鲸鱼游过来了 小蝌蚪们看见大鲸鱼的眼睛鼓鼓的 嘴巴又宽又大 连忙迎上去喊 妈妈 妈妈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我是小鲸鱼的妈妈 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 你快去那边去找找去吧 一只大乌龟正带着一只小乌龟在水里慢慢的游着 小蝌蚪们凑上来 一起数到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没错 四条腿 现在我可找到妈妈了 不对不对 你们的妈妈身上穿着绿衣装 唱起歌来 呱呱呱 你们再去找一找吧 好吧 乌龟妈妈 谢谢乌龟妈妈 不客气 小蝌蚪们游啊游 游到池塘边 看见荷叶上蹲着一只大青蛙 它有四条腿 眼睛鼓鼓的 嘴巴又宽又大 露着白肚皮 披着绿衣裳 正在呱呱的唱歌 小蝌蚪们游过去 怕又认错了 小声的问道 请问您是我的妈妈了 小孩子 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我已经找你们很久了 我们找到妈妈了 我们找到妈妈了 后来 小蝌蚪们长大了 变成了小青蛙 他们跟着妈妈 天天去田里捉害虫 真是农民伯伯的好朋友 谢谢大家 3 2 1 开始 最棒的妈妈 妈妈说 我从小就是个淘气包 在它肚子里时 就经常有小脚丫 踢它的肚皮 妈妈的身体好香好香 有奶的味道 面包的味道 花的味道 我最喜欢整天黏着它 瑶瑶 妈妈要上班了 妈妈再见 妈妈有时会丢萨拉斯 所以每次跟她出门 也不会照顾好自己 谢谢宝贝 谢谢宝贝 妈妈 为了能让妈妈成为一名好司机 我可没少花心思教她 注意 开始上坡了 为了让妈妈变得更漂亮 我把她的裙子设计的时尚又美观 玩秋千石 只要用力推 用力推 我也能让妈妈飞上天 有时 妈妈像一匹高头大马 带着我去大草原撒昏 可是 可是为什么每次玩捉迷藏 妈妈总是找不到我呢 我好喜欢帮妈妈做家务 交交交花了 装饰房间了 咦 妈妈怎么突然发火了 她的样子好可怕 妈妈经常说 将来有一天 你会飞走的 可我又没有翅膀 怎么会飞呢 每天晚上 如果没有妈妈的睡前故事 和晚安亲亲 我就睡不着 我还发现一个秘密 在妈妈的眼睛里 藏着好多亮闪闪的星星 跟天上的一样 看绘本 听故事 让我们在中国最美故事会 共度美好的亲子时光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 《白鹤回来了》 它是画家萧敖子创编的原创绘本 讲述了一支富有灵性的白鹤 和一个老人之间相互珍惜的传奇故事 好了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白鹤回来了》 洞庭湖畔有一位远近闻名的老神枪手 一个寒冷的冬天 它和往常一样外出打练 突然它看到有一只雪白的大鸟 它熟练的举枪 瞄准 也就在那一刹那 那只鸟也发现了它 挣扎着试图展开翅膀 却一个猎切倒下了 老人放下手里的枪 哦 原来是一只受伤的鸟儿 伤是枪伤 在大鸟左边的腿上 鲜血早已将大鸟雪白的羽毛染红 看样子 它是被人打中后飞了一段时间 最终支撑不住 掉落在湖边的湿地里的 老人将这只自己从没见过的大鸟 抱回了家 小孙女豆豆像小鸟一样 从房间里飞出来迎接老人 哦 爷爷爷爷 是您打伤了它吗 快把它放了吧 你看它多可怜呀 哦 不是爷爷打伤它 乖 我们先帮它治伤 在老伴的帮助下 老人顺利地将身陷在大鸟腿里的蛋头 取了出来 大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从此以后 老人每天回家 欢迎它的不只有小豆豆 还有这只美丽的大鸟 全家人都很喜欢这只美丽的大鸟 有一天啊 老人的家里呢 来了几个陌生人 一番交谈之后呢 他知道大鸟原来是湖区 已经绝迹几十年的白鹤 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于是呢 老人决定把大鸟放飞 第二天 老人起了个大早 抱着白鹤上了拖拉机 他要将白鹤送到湖区 湖区师地保护中心 送完白鹤老人刚回到家里 就听到豆豆在院子里喊 爷爷爷爷爷你快看 白鹤白鹤又飞回来了 哦他好聪明呀 他认识回家的路呢 哎呀不一会儿啊 这个保护中心的人也敢来了 看到这种情况呢就说 既然白鹤这么喜欢你们 就拜托你们好好照顾他吧 老人和豆豆当然万分乐意了 老人太喜欢看白鹤了 他在天地间飞翔的身姿可真美呀 有了白鹤的陪伴 漫长而寒冷的冬日 在不知不觉中仿佛变短了 有一天老人正在院子里捕鱼网 突然他听到白鹤在大声惊慌的鸣叫 循着白鹤的鸣叫声 老人一看哦不好了 是豆豆掉到水里了 老人赶紧跳到水中救人 眼看豆豆就要被水淹没 老人一把抓住了他 豆豆得救了 到了晚上啊老人对着自己那把 黑油油的猎枪发呆 他想这把老猎枪呢跟了他大半辈子 打鸟这么多年没想到今天自己心爱的小孙女的命被一只鸟儿给救了 老人将猎枪埋在了湿地的深处 他当上了湖区的义工 只要看到有人捕鸟他就会上前劝说 很多人被老人感动了参加到了保护鸟的活动中来 春天呢湖水开始长起来 湿地的面积也开始随之缩小了 老人将白鹤带到离家很远的沙洲上 这里常常可以看到候鸟们北归的身影 老人和白鹤告别 飞吧亲爱的白鹤 希望你不再受到伤害 希望你明年再回来 白鹤飞走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 转眼又到了冬天 老人每天都在盼望着白鹤的身影 希望他还能再飞回来 一天早晨 老人隐约听到门外风声中有几声鹤的鸣叫声 老人打开门 刷的一声 两条白色的影子从他眼前掠过 哦是白鹤 看哪 两只白鹤在老人门外的沙地上翩翩起舞 白鹤回来了 还带回了他的伴侣 消息不静而走 人们纷纷赶来观看白鹤夫妻美妙的舞姿 又是一年过去了 当白鹤夫妇再次回到沼泽地的时候 还带回了一只小白鹤 这一年的春天 白鹤一家没有飞回北方 而是留在了老人的家里 又是一年芦苇红了的季节 村民们都盼望着看见白鹤一家的身影 一天清晨 老人听到寂静的天空中 传来一阵欢快的鹤鸣 阳光照得他有点睁不开眼 但很快他就看得清清楚楚 自己门前的芦苇荡上方 就像下雪一样 上下翻飞着几十只白鹤 如同迎接了远方的亲人 小小的渔村沸腾了 白鹤呀白鹤 愿你年年都平安归来 看着满天飞舞的白鹤 真是太美了 愿这美丽的景象 永远留在人们的身边 好了小朋友们 喜欢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故事吗 那么关于爱护动物保护自然 你又有什么好的建议和主张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好了我们今天的绘本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绘本听故事 欢迎多多关注我们的中国最美故事会 在这里呢我们将和大家分享更多优秀的中国原创绘本 让我们在中国故事中品味中国文化 感受中国之美领悟中国智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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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